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关心医疗资讯 罕见疾病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在过去健保并没有开放脊腹 用药相当的昂贵 病友们几乎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生命只剩下等待了 我们看从即日起 终于是开放健保脊腹了 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 不是你说想象的那么美好 其实就去接受它 尽量好好的照顾它 让它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这是罕见疾病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家属新生 二月刚过世的律师陈俊翰 就是SMA患者 因为他的过世 加速健保开放SMA药物的健保给付 全台湾目前约有400多名SMA病友 一剂药高达4900万元 若没有健保支持 SMA病友几乎没有机会 看见生命的曙光 在8月1号之前的话 就统计大概有100多个病友 可以得到这些药物的好处 那在8月1号全面开放了以后 就健保署它的初步估计 应该可能有机会可以到更多 也就是增加的大概250位 SMA是一个运动神经元疾病 那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脊髓里面的运动神经元 它因为基因的问题所造成的运动神经的凋零 那病友会出现随着时间渐进性 也就是越来越厉害的四肢武力 吞咽困难 甚至最后会到呼吸的衰竭 他是爬着过来的 他跟我说 我想要上厕所 可是我没有办法站起来 很对不起他 我竟然让一个小孩子这么辛苦 8月通过健保给付 这位SMA病友的母亲终于可以不再流泪 医师表示 对于婴幼儿甚至青少年的药物治疗 病况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 就台湾统计的资料 新生额1万7千个 就会有一位是SMA的病友 那目前台湾已经可以做新生额筛检 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非常的重要 我们是说时间就是运动神经元 意思是说越早治疗的话 让运动神经元可以维持 让他不要退步 甚至后续有进步的空间 这个在小儿科的领域的话 甚至可以提早一天或一个礼拜 都可以看到他不同的治疗效果 寒冰病友与家属们承受的压力 超乎一般人 而他们的任性与坚持也值得被肯定 台湾健保制度被全球赞誉 我们期待健保良善的利益 能持续照顾到每个需要的国民 人间新闻陈信尼 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